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实话就像我们干这个了 你上去干活就会上刑场似的 就什么时候活干完了 你到晚上脚落地了 行了 心里才踏实了 不过说了也挺心酸的 涂啥呀 说白了就这么没钱 有家谁干这个 没招 我最早是零六年干的时候 然后我问一个同事 也是干个小子 到时候我问他 到时候就一根伤 连阿虾带啥都没有 我说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他说 掉掉了死吧 到时候我感觉挺震惊的 真的 感觉挺不可思计的 我什么看这么淡 不过现在想想 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 他要是真不过再不过钱 你看我 你看这个楼一二三四 这个楼不过四层 你看我跳不出 人家不说不给你钱 人家说现在没钱 再等两天 再等两天 一等两天又下去了 哎呀还没有 再等两天吧 人家不说不给你 就说没有 我感觉 有突然都没工工资呢 我感觉一点都不得奇怪的 还能吵 我以前我爸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年轻吧 年轻吧 受点累吃着苦 那不叫吃苦 年轻 年轻也没什么 说白了 也是为了以后 以后更好的生活吧 你回三年轻,不是为了你 你把你不太装的 你不太装的 我有了 你亲一下 这你就把他打水 你不太装 我必须多准活 你不太装了 我有一两天 你不太装了 对我 你不太装的 这个儿情千里,抹丹药,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你本身就是在外边,接人就不放心。 如果你再有点什么事,你再跟他们说,他们更放映不下了。 所以说嘛,到现在都是,不喜不悠。 一二三四。 比较快乐的时候,那就是发工资的时候,大时候。 就是老板给钱的时候,现在没事在那儿赎钱,那感觉真好。 最起码我们的付出能多少回报,那我感觉挺欣慰的。 好,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